今天给大家做的西班牙的菜是比较价常特色的吧 这个西班牙人叫萨格里亚 咱们这边叫水果葡萄酒 其实基本上中国人上西班牙都会点这个当饮料 水果葡萄酒是说它这个葡萄酒不是加了水果吗 对加了水果然后还兑了一些饮料 要不然酒精度还要很高 有些人就不受量了喝一大杯下去 所以它是做餐酒 它不会给你酒量的高 然后咱们先从简单的菜大包说吧 然后这个是叫鸡蛋沙拉 然后这个里面是蛋黄跟金枪鱼 还有蛋黄酱一起做的一个馅料 然后把它填满 然后这个在餐馆里面也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今天他们做的都比较简单加长一点 要是如果在餐馆不吃的话 其实你是看不见那个鸡蛋 它上面那个就这个馅料都会堵嘛 然后吃着容易一点 它会那个覆盖杯的线炒 就多了到鸡蛋 然后就吃 然后咱们可以尝一下这个 直接用手吧 西班牙的大把子 其实西班牙吃吃吃吃这个 这个叫大把 所有这些小菜都叫大把 小菜都叫大把 就是这样西班牙呢 它的西餐分两大种 一种就是正规的西餐 开胃菜 竹菜 然后甜点 就是跟所有国家都一样 另外一种就是他们的 所谓的就是像我们 甜甜肚子的东西 那这甜甜肚子的就是大把子 就是但是你要品种吃多了 它都是一般份儿比较小 因为每里头都分好多个 你随便拿一个拿两个吃 然后一般很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会点一桌子的各种各样的大把子 这样你其实就一个人可以吃很多东西 然后你也就吃饱了 明白 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生活习惯有关系 他们可能在下午休息一天到三的那时候 那时候我有一个那个下餐的时间 或者是休息的时间 有的人都是去书吧 或者点个饮料一些 或者点个啤酒 他们爱了酒 然后我就可能内容还不是特别的 不到饭店好 然后他们会点一些这个小吃 点一下肚子 然后等到因为他们很吃晚饭 那时间很长晚 然后在九点八九点钟 而且是那个人才吃晚饭 所以一天一样多 所有菜都可以做成大碗 大碗现在就是代表了一小份儿 一小份儿的样子 海鲜饭很多时候他也会 就是他放一大把 放了那你要的时候 他给你盛一小份儿 然后面膜炉里热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海鲜饭 就是有的那个外面卖的 还有这么大一样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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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西班牙比较特色的一个海鲜饭 然后现在咱们先准备一些蔬菜 切点洋葱 洋葱 然后把洋葱切成小粒 这些口膜这样比较味道比较咸 切成小片 其实这个海鲜饭这边搭配的这个菜 其实也可以放一些青豆啊 或者是豆角这类的东西 就可以随大家的心态 谢谢 挺强 好 蔬菜准备了 现在咱们可以开始做的 还有点虾 虾我们挑出来几个 然后给它包开 把肉切碎了放在那里面 虾酪和虾皮我们可以留着 一会儿用肉 用它这个头和它这个皮炒一下的 叫虾油 对 然后味道会更香 更香一点 你看 放一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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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肉切好 不要太菜了 先放洋葱 先放洋葱 然后把这些菜都编炒 这边咱们其实炒 同时家里长青菜 对 或者炒一些咱们中国菜 是一样的 先把这些蔬菜先编炒一下 对 现在颜色已经非常好看了 对 现在加了一个西红柿 西班牙最为人这样很吃西红柿 比较热情的国家 红色也是 其实也是西班牙的一个代表的颜色 所以大家这个在西红柿这个菜也比较错 咱们中国人呢 好 现在把那个虾油给放 因为海鲜没有好熟 所以没有之前最早放 现在放一只很快就会熟 再加了一点油 然后呢 现在需要加点粘在里边 弄点底味 因为那个 蔬菜和这个都别放入盐巴 其实它们的味道其实很简单 大部分其实 吃的还是食材原本 所以只好简单的割一点盐 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相当的香了 然后 刚才准备的这个鱼腩 鱼腩也割进去 咱们把刚才准备的米 因为今天这个锅比较大 所以咱们这个米也稍微多一点 所以大概有一斤米 差不多 差不多 哦 这么长 哦 这样铺上去 对 先 它跟咱们那个 跟米饭不太一样 这个先呢 先把这个米倒进去 把这个 跟那个 菜肉 搅拌在一起 好 这差了多了 差了多之后 然后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东西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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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海鲜饭专门用的这个染色剂 但是它 没有没有害 对身体没有害 一般呢 都放这个 因为它那个颜色会比较好看 放上去 这个锅身体完全没有害 因为它只是一个 一米垫粉 和食用色素 然后搅拌一下 然后搅拌一下 鱿鱼圈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好 稍微搅拌一下 然后再搅拌一点 那个甜红椒粉 这个不辣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 刺激的味道 比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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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一点甜味 这个用的都是比较多的调味料 这种甜红椒粉 应该就是咱们那种大菜椒做成的 对 对吧 这些都是 基本上是比较常用的调味 搅拌的差不多 然后咱们现在需要加水 这个水比较重要 水一定是要米的两倍 嗯 然后不能太多 也不能少 多的话 那个米就能粥了 不好吃了 但如果少的话 就能熟了 现在这海鲜饭的颜色非常好看 一会儿一会儿才等这个水 对吧 不知道 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 然后把这些吃起来都混了好 然后现在可以开大火把这些烧开 嗯 把它给铺匀了就可以了 然后开了 现在已经开了 然后就不要再 不要再冻它了 其实就等它在上面煮就行 静静的让它睡 哦 哦 哦 然后现在把那个虾的闷 然后现在把这个虾的闷在上面 然后把这个虾呢 然后把这个虾呢 往下压一下 压一下 嗯 现在呢 再搁一点盐 大概 搁点盐 把它开了锅了 就调到小火就行 嗯 这大概要煮多长时间 嗯 开了锅之后 大概煮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 看水干了 对 看水干了就可以了 然后 刚才咱放那个染色剂 我忘了说了 然后在那边也可以放一些那个 灶红花 哦 对 但是家里没有灶红花的话 其实用这个 这个颜色 其实最先开始原本的颜色是 灶红花剩的 但是咱们在家做可以 如果没有灶红花的话 就用这个 好 好 好 现在那个海鲜饭就已经收汁了 出锅之前 咱们来点这个欧芹 啊 就是那个parsley是吧 对 也是 也是装饰作用还是 调味的 想点调味 好 然后刚才我们还煮了一些清口 然后我带你现在给它 嗯 拌开 现在把这个 清口的 拌开 这上 这上 这下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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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最后吃的时候 吃的时候挤在上面 再挤 现在先搁着上面 放在这 放在这就可以了 就ok了 就ok了 就完成了 对 是不是每一个地方 他们也有这种的 这个形式的海鲜饭的做法 也是不一样的 嗯 对没错 对 海鲜饭 有 鸡肉 还有 鸡肉 然后 鸡肉 鸡肉 然后 再有鸡肉 还有鸡肉 鸡肉 做这个海鲜饭 但是海鲜饭也有紧急 就是我曾经 我跟那个 朋友也说过 曾经看过一条微信 就说 德国人英国人去学西班牙的海鲜饭 然后就把西班牙那种特色的球运所都放进去 然后西班牙的这个 居民就给他们写了死亡语 就是说 把这些东西都划进去搞混 对 那些像那种 中口味的图形堂 是从来不进这道菜的 所以其实你看它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组组 但是它也有一些 这些底线 你放出去 他们就会很反对 生意会很高 二 它如果进入正式的一道西餐 西班牙的头盘 嗯 对 它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菜 二维这是主菜 没有 这是头盘 这是头盘 可以 pins 你 开 融ete 李